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Brian 12月是感恩的月份 在这里祝福大家健康平安 今年因为疫情的冲击 我们或多或少面临生活上的不便 经济上的艰难 甚至安全上的威胁 面对更不稳定的未来 我周遭的朋友也开始思考 规划如何让自己更好 来面对未来的种种挑战 台语有句言语 手头站好在 不怕手位做红台 手头就是我们的良心 人你做天你看 做事一定要秉持良心 才会心安 面对未来种种的挑战 才能够平安度过 例如我前面这一盘虾子 有没有过多的药剂残留 我们消费者绝对不会知道 那宝关的源头在哪里 就是渔夫 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位 有良心的渔夫 阿阳他的故事 大家好 我祝宜然 从事水产养殖业 在养殖的过程中 难免会有状况需要下药处理 台湾的水产动物用药规范相当严格 虽然使用的药品并不多 而且温和 我还是会遵循使用的方式 为了是确保使用者的健康和减少环境污染 我相信每个法条规范一定有其道理 守法为人最基本的责任 当我对这个行业越来越熟悉 懂得越多的时候 发现其实良心更为重要 要有职业道德 我老婆是渔会的行员 去年收到一张补罪通知书 她很纳闷 所有的所得她都依法申报 到底要补什么税 结果是租金收入 我有诚意一间公司 登记在我们的住家 而这间房子是登记在老婆的名下 事务人员认定我这间公司 应该付租金给我老婆 老婆她跟我抱怨 她没有收到租金啊 我也很无奈的说 房贷都是我在缴 为什么我还需要付房租呢 于是我请会计师帮我跟税务人员沟通 请老婆写了一张无偿使用的证明 证明我老婆她没有租金收入 本以为合情合理 结果税务人员的回复是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所有的公司缴的租金都不用报税了 我们已经评估过了 已经用最低的租金收入向您课税了 会计师也劝我 没有多少钱缴一缴就算了 我觉得很不合理 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国税局认为该缴 我就要缴 而且感觉已经算我很便宜了 我想要申诉 会计师又劝我 跟国税局打官司几乎都输啊 就算赢得又怎样 顶多把你多缴的钱还给你 但你要花时间跟钱上法院 说到这个就越想越气 感觉税务单位跟强盗一样 之前有看到一则新闻 有一个L博士是著名的发明家 不仅蔡总统亲见 政府还颁发国际杰出发明家终身成就奖给他 经济部就建议他可以用这个专利 作为资本额 国税局经济部也都同意 一年后收到国税局8800万的税单 只是把专利的价值成为资本额 国税局就认定这个是收入 L博士他没有抗拒缴这个税 需要的是时间来缴这笔巨款 跟国税局协商 看能不能把这个专利股份卖掉之后 再来缴这个税 国税局并没有同意 结果公司跟个人的资产被查封 冻结拍卖 还被限制出警 搞得他现在每个月 都还要向行政执行署报告还债计划 本来专利是公司的资产 结果变成自己的负债 他成了台湾的税女 认为这些官员就像诈骗集团 今天站出来是希望官员们能够摸摸自己的良心 公务人员领的是人民的纳税权 除了依法行政外 更应该秉持的良心为人民服务 还要感谢越来越多争计知识站出来发声 期待波云坚持那天快点到来 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 谢谢大家 谢谢阿阳的分享 国家经济是靠人民一点一滴打拼来的 官员的薪水也是人民纳税来的 所以我们不要纵容无良的税官 把人民当贼 把人民当儿 磕税就好像在拔人民的额毛一样 一定会很痛 赴税要有人权 国家经济才会好 我们的孩子才有未来 接下来的分享人是一位妈妈 我们来听听太极门弟子双宝妈的好分享 大家好 我是太极门弟子 这太极门练功的好处实在太多了 练到勇气是我最大的收获 想起第一次和先生带着我们家的儿子 一起参加睡吧改革的市府游行 孩子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景 感觉非常的新鲜和雀悦 因为在这个游行里面 没有暴力与谩骂 有的只是诉求和期待 看到每位师兄姐同心同气团结与和平 对 这就是我们想要给孩子的民主与法治的概念 太极门一二一九案件 让我们师徒蒙难 太极门至始至终都没有错 96年7月13日 由刑事三审最高的法院判决确定 太极门无罪 无欠税 无辜遭受到检察官挤押的太极门师徒 更是全部获得国家的源于赔偿 证明太极门的案件至始至终都是个无辜的假案 但是国税局并没有遵照法律的流程去执行 反而更变本加厉 以不时的起诉书内容继续违法开单课税 根本不理会法院的判决 国税局的官员们为了税务奖金 官官相护 一再违法开出税单 绞杀无辜的纳税人 在去年 竟然把我们修行的道场预定地 收归国有 让太极门师徒十分的痛心 25年前 我还是一个中学生 一期记得当时每天的新闻 都有太极门被宗教扫黑的抹黑消息 我慢慢想不到 后来竟然入了太极门 还带着我的妈妈一起来练功 但更令我想不到的事情是 这件案件已经过了25年 都还没有解决 我的心很痛 很酸 想不到 我一直信任的政府 却是这么的无能 无耻 到这种地步 这样 我怎么教导我的孩子呢 所以 我不去站出来捍卫公理正义 我要做孩子的榜样 让他们明辨是非 明辨对错 对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做 错的事情 我们除了不能做之外 还要有反省 自行的能力 孩子 妈妈不能陪伴你一辈子 但是正确的观念 跟态度 却可以让你一生受用 人的一生有几个25年 在感慨的时候 师父更教导我们 要以德抱怨 所以参加无数个政府所举办的活动 国庆游行 十大运的开幕活动 都有我们太极门的声音 还到世界各国推行良性运动 如果这个不是个正正当当的团体 早就已经溃散的无意无中了吧 所以 为了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谢谢双宝妈的分享 一个这么好的妈妈 带着全家人一起到太极门来练功 全家的身心灵都获得很好的改善 那太极门是一个怎么样的团体呢 太极门是一个气功武术修行团体 在国内外自立推广爱与和平 以及良心时代运动 获得国内历任的总统的推崇 以及国外元首 以及重要人士的赞扬以肯定 例如多明尼加前总统费南得知 在敲响太极门的世界之爱和平中 许下对世界和平的心愿 后来用智慧成功化解 哥伦比亚 厄瓜多 委内瑞拉 三国的战火危机 太极门随时都在播种 爱与和平的种子 等着他们发芽 长大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梁兴工程师 任山 对政府提出的建言 以及他所播下的正义种子 大家好 在我的工作中常有机会 看到非常多的建筑案件 一些地区本来是空地 或者工厂被征收 然后变成重化区 过一阵子就冒出一栋一栋的建筑大楼 我们公司的年轻人常常了解自己 从事建筑相关产业 看着房价越来越高 薪水却永远追不上 也不敢买房 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有关于房价上涨的报道 主要就是描述政府的政策会影响经济相当的深远 我自己对这个产业的观察是 政府绝对是房价上升的帮凶之一 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太会乱花钱 除了政府借债额度越来越高之外 为了要弥补这个支出 因此必须要有更多的收入 让财政收支平衡 所以政府就会进行土地重化 除了拍卖重化的土地 可以很快的拥有庞大的收入之外 又可以将重化后的土地依公告地价上涨 抽针上涨的地价税 然后当建商将一栋一栋的房子盖好 转嫁给消费者之后 又可以收一间一间的房屋税 一块土地本来只有地价税可以收 但一经过土地的重化 拍卖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盖十层楼 那又多了十层房屋税可以收 这又是一笔不小的长期收入来源 所以当政府的税入以及税出平衡时 政府公部门也是配合国税单位 极力地寻找税收的来源 最明显的就是中央政府预算 在2014到2019六个年度里头 累计超增税收金额近高达6930亿 可怜的年轻人快十年没有涨薪水 但地价一涨房价也跟得涨 想要买房真的是越来越困难 我是一位在太极门练功的弟子 太极门只是一个气功武术修行的团体 在门内修行及练功全靠自己的修炼 及师父的引导 在太极门内没有老师 师徒之间没有对价关系 也没有学到哪一级或哪一段就毕业了 在太极门内练功 只有一生的自我修行及修炼 我常常看到公园里练太极剑的武术团体 手握的金属剑 无动太极 练气及练声 但太极门案却因为一把陶木剑 被当时的侯宽人检察官 当成掌门人养小鬼的罪证起诉 这样的检察官 办的数值实在是让人太不可思议 因为一把陶木剑都可以当成养小鬼而起诉的罪证 那公园里头手握金属剑气的炼气之人 该用何种的重罪来起诉 我真的很想问问侯宽人先生 请你告诉大家 太极门的司法案件 以及衍生的税务案件 已经快二十五年 刑案司法已经三审判决确定 太极门无罪无欠税 也没有违反税均基针法 许多当时被不当起诉的当事人 还受到国家的冤语赔偿 还太极门掌门人以及弟子 一个公道及清白 为太极门因不当刑案衍生的税务案件 本来就应该依法院 对刑事案件无罪无欠税及 无违反税均基针法判决撤销 然国税局却不理会法院的判决 继续违法乱开税单 太极门则 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去捍卫自身的清白 然走过所有的行政诉讼管道后 国税局的违法税端 却不断地发回原机关 继续乱开 导致最后太极门土地 遭国税局强行拍卖 并由行政执行署强制收归国有 其过程中不乏没有良心的检察官 法官 税务 行政执行署等官员 共同绞进这种知法玩法 及玩弄权力的共犯结构中 我在太极门练功18年 练的是保养自己的身体健康 得到的更多的是师兄师姐 彼此间的关心及关怀 一个人一辈子有几个25年 在此呼吁台湾后进的政府官员 必须拾起心中的良心 返还太极门原有的财产 撤销所有对太极门不正确的行政执行 并还给太极门的清白 也还给宗教武术团体 一个修身养性清净之地 谢谢大家 谢谢仁山的分享 太极门的税务案件 原本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假案 竟然被国家迫害25年 四分之一个四季还没有解决 台湾的人权 以及世界的民主标准 因为太极门假案 已经被降低的非常多 小英总统 你听到了吗 去年8月 为了奖金 国税局与行政执行署 竟然联合违法强行拍卖 太极门的修行圣地 收归国有 强抢民产 太极门假案 国税局说谎无数 前国税局局长 后来身为财政部长的张胜和 他说了一句 没有奖金 不足以养连 没有奖金 不足以养连 人民 这时候才知道 为什么他们会一直说谎 因为有很多的奖金 他们为了奖金 才会连结 这种强盗的想法 跟强盗的做法 真的是国家的不幸 人民的悲哀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年轻人阿德的好分享 大家好 我是阿德 我进入太极门也有一段时间了 这里是个修心养性的好地方 也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好地方 我在这里练气养生 修身养性 身心越来越健康 这么好的地方 却遭到国税局的 弃押和会发瞌睡 有一天师姐送我一本书 书名是 谁偷走了他们的青春 里面说的是 太极门案件的真相 正直五为了宗教扫黑 放任口宽人检察官 违法办案 这个案件未经查证 也没有证据 违法滥权起诉 在经过法院三审判决 无罪 无欠税后 国税局竟然不遵守法院判决 贪图奖金 违法拍卖 太极门修行预定地 错上加错 错得离谱 我们政府官员 到底在做什么 已经25年了 这么多的总统 专家 学者 立委 都站出来 为太极门发声 政府机关就应该动起来 这些违法的官员 为了奖金 做了那么多违法的事 我们政府难道还看不出问题吗 公务人员想要奖金 也要监督的人啊 否则把我们人民当成提款机吗 书中每看一篇 都让人心里堂写 一边看 一边想着 这些师兄师姐所受到的苦 还是痛 谁来还给他们公道 还有在那样的压力下 还是如此的坚持 真让人佩服 而侯宽人检察官 至今还没有受到该有的惩罚 但是我相信老天爷 一定会让他受到该有的报应 一个国家的法律 制度 是不断的在讨论修改 抗争和检讨 慢慢的改变 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 法律 是完美的 有些事情可能没有去注意 觉得花钱了是算 姑息才会让公权力被滥用 只有到事情发生到自己身上时 才慌人大悟 后悔莫及 所以我们看到太极门的案件 官员们呢 违法滥权 贪图奖金 就应该自治 身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就应该了解家事 国事 天下事 要能分辨真假 对错 好坏 而不是只看到电视媒体的报道 就往下评论 我要呼吁我们的政府官员 赶快醒醒吧 不要一错再错 要拿出良心 有错就改 不要死不认错 继续迫害人民百姓 谢谢大家 谢谢四位与谈人的分享 我们看到每一位太极门弟子 多努力成为社会上有良心有用的人 可是当初制造假案 迫害人民的检察官和宽人 竟然被拔着为廉政署副署长 纵容部署用立可白 创改公文书日期 将人民的财产 违法盗卖的张胜和 也高升财政部部长 做坏事都可以升官 可以发财 那这个国家会进步吗 人民的经济会好吗 难道他们不怕天理报应吗 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影片 天理审判 我们终究相信 二官一定会接受天理审判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龙虾和螃蟹和恐龙的故事 我们都听说过有天理审判 但是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呢 这一天天使审判 前来了三个罪人 他们曾经当过法官 称因为装龙旧雅不依证据判决 而变成了龙虾 因为恨行霸道 而变成了螃蟹 因为惨害人民 而变成了恐龙 他们不知道 即将面对的是什么 依然我行我素 这里是哪里啊 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我哪里变成这样 这里是天使审判庭 你们犯了天道的罪 才会来到这里 只有真心悔改的人 才能得到宽恕 几个小屁孩 在那边胡说八道什么 我做出的审判 是可受公平的 你明知对人民有利的证据 却故意违背事实 而做出的判决 已经触犯了枉法裁判罪 哦 那个证据啊 我看啦 只是啊 年纪大了 有时候 看了会很快就忘掉了嘛 你是个法官 难道没有认真想过 你的一个判决 就决定一个人的善恶生死 态度怎么可以那么随便呢 装就祸害社会 有那么严重吗 说到底我顶多是太过于诚实的表达了自己嘛 就算我装聋作哑 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我的作为啊 可是受到国家法令保护的 何罪之有啊 哎呀 跟你们这些小孩子啊 我跟你们说 说了你们也不懂啦 而且对同一个案件 你们已经做过不利人民的判决 应该回避 为什么不回避呢 蛤 有什么好回避的 难道我要让别人来推翻我 先前的判决 证明我的错吗 哼 我才没那么笨呢 认错没有什么好丢脸的啊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为什么你们要继续做不对的事呢 反正 我是终身职 你们也不能叫我退场 人民 只能忍耐我的任性了 哈哈哈哈 你们审理过的税案 人民几乎百分之百败诉 难道你们是与国税局联手欺负人民吗 哼 小孩子懂什么啊 法官 本来就有自由心胜的权利 我想判谁赢判谁输 是随我高兴啊 不然你是要怎么 就是因为你恨行八道 所以才会变成螃蟹啊 呃 那又怎样 螃蟹本来就是横着走的啊 我才不相信你们几个西匹囊能把我们怎样 给我滚一边去了 家里没大人了是不是 叫你们爸妈出来 是谁 还在执迷不悟呢 难道你们从来不相信会有这一天吗 啊你还回来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心了我心了我心了啦 啊下次不敢了啦 妈呀妈呀 我好啊 我真的错了 我真的错了 捞了我吧 捞了我吧 上帝啊 阿拉 天公辈啊 还是圣母玛丽啊 什么都好 快救救我啊 唉 于是的人们 为什么总要在来不及的时候才悔改呢 现在就听从天里的审判吧 你们与国税局官官相互 唯一证据独立审判 做出正确的最终判决 有罪 你们残害公平的正义 让人民没有光明的未来 guilty 你们自甘堕落 伤害民主法治的精神 害国家沉沦 民不聊生 有罪 啊 那现在应该要怎么办啦 啊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天使大人啊 可拜托的啦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啦 如果你们以后能多为别人设想 不要再做害人的事 如果你们追求真相 不再颠倒是非黑白 如果你们能秉持良心 从此问心无愧 你们就还有弥补的机会 啊 下次不敢了啦 啊 这些大人就意外 能做好人 为什么偏要做坏人呢 现在他们可惨了吧 所以啊 人在做 天在看 不管大人还是小孩 都要乖乖的哦